为了推广使用电动车 终电推出租赢计划 目前只是接受公司名义的客户 租了一年之后可以考虑购买 至于充电站价免费充电服务 会延长到明年的年底 张建业报道 考车 房车 甚至巴士都有 全部都是电动车 只是看外形 和一般的汽车没什么大分别 终电很荣幸 这些车亦都已经可以在一般的道路上行走 市场上供应的电动车车款越来越多 不过价钱就会比一般的汽车贵 想駕电动车还有一个选择 就是租车了 政府在去年的施政报告提出 与这间电力公司合作 推出电动车的租赢服务 期望在今年年底推出200部公市民租用 不过 现时电力公司推出的租赢计划 可以供租用的电动车数目 就远低于当初提出的目标 中电现时会有五部车可供租用 每部车每月租金7500元 年租约期满之后 可以考虑购买 目前只是接受公司名义的客户租用 其实因为车的数量不多 所以暂时我们是有兴趣的公司 其实我们看到他们是 那些公司是可以令到有很多的人 可以用到辆车的 虽然我们车是少的 但希望透过一些这样的企业 能够等多一些的人去试赢 而环境局局长邱藤华就说 除了鼓励电力公司推出电动车租赢计划 也都会加快在公共交通工具 使用电动车的可行性 这类的租赢计划 其实是可以帮助市民或者企业 去尝试用这些车 如果这个尝试是成功的话 我觉得对于电动车在香港推广是重要 但这个尝试不单只是企业 也都可能是要在公共交通工具方面 一起着手去做 在高速公路行走的汽车 现时都要符合运输署油缸马力的规定 但是电动车没有油缸 那怎么计算它的马力呢 环境局局长邱藤华就说 日后长远会就电动车的情况 重新修订法例 周电视记者张健言报道